大家好,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法语的35个因素我们已经认识了31个了,时间过得非常快。 那今天呢,已经是我们音标语音课程的第7课了。 那前面学到的这31个因素,大家有没有每一天在课后都认真的去完成作业,让助教老师来帮你揪音呢? 如果一直坚持提交作业的同学啊,可能会看到或者听到过助教老师这样的点评,bien或者trebien。 那你们是不是也曾经疑惑过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啊,Leoni老师要告诉你,如果你收到了bien或者trebien这样的点评,那就说明你的作业完成得非常不错哦。 因为bien的意思呢,就是不错,很令人满意。 而trebien呢,则是非常好,比bien还要好。 所以啊,如果是收到过trebien这样评价的同学,可以在这里呢,小得意一下。 这可是受到了我们助教老师不低的评价咯。 不过呢,也不能太过得意了。 还是要再接再厉,继续发语音的学习。 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就从bien这个词来说起吧。 大家接下来可以仔细地听一听老师的发音。 老师会读三遍这一个词。 b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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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试着模仿一下。 bien bien 那是不是觉得他和我们之前学到的一些单词在发音上面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呢? 大家呢,可能还记得,刘尼老师曾经说过,法语里的原音我们在发音的时候,嘴型呢,都应该是固定的,没有变化的。 但是这里的bien,明显觉得嘴巴有变,对不对? 那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这个词里面有一个半原音,也。 半原音呢,我们在之前也讲到过,它指的是法语当中那些具有原音的发音特点,但是却做辅音功能使用的因素。 那我们来听一下ye这个音,是不是具有原音的发音特点呢? ye是没有经过其他发生器官阻碍而发出来的一个音,ye,ye。 但是呢,它在单词当中却常常做辅音的功能使用。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些半原音,它既是原音,也是辅音。 那有的教材呢,把它叫做半原音,有的把它叫半辅音。 其实呢,就是一个分类的区别问题,我们对于它的称呼啊,不需要太过纠结。 那在我们的课当中呢,就统一把它称作半原音。 那么法语当中的半原音有几个呢? 其实呢,就是三个,分别是ye,ye,和,we。 那在今天的这节课里面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学习一下法语当中的这三个半原音了。 首先我们来看ye这个音,也就是 ye 是我们在刚才的单词beon当中出现了的ye ye这个 ye 这个音呢,它的发音部位和开口度基本上和原音的ye相同, 但是发音更加短促,肌肉更加的紧张。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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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要 ye 注意发音短促这一点哦,不然呢,如果你把它拖得太长了,可能就会变成ye ye 那就不好听了 非常短促的一声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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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掌握ye这个发音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非常常用的单词,就是这两个,sielle和soleil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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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这两个呢 可是我们每一天出门 都会看到的东西哦 每天早晨一打开窗户 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一望无际的天空 Ciel 天空 那天空上呢 总是挂着一个大大的太阳 Solay Solay Ciel Solay 我们有没有发现 半原音耶在这两个单词当中 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在Ciel天空里面呢 耶是位于原音 A的前面 那么它做复音功能使用 所以就有 Yel这样的发音 Yel Yel Ciel 而在Solay 太阳这个词里呢 半原音耶 则是位于词尾 当然啦 也是其辅音的功能 Solay Solay 好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屡次提到的那一位 穷奢极持的法国国王 路易十四 我们也讲到过 他呢就自诩为太阳王 Le Hoa Solay 太阳王 Le Hoa 皇帝 国王 Solay 太阳 Le Hoa Solay 就是这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国帝王 路易十四了 那有一位史评家呢 曾经说过 在太阳王 路易十四面前 即使是最自傲的帝王 也会相形见处 因为他是专制统治最完美的化身 那后人呢 也根据他传奇的一生 改编了一部音乐剧 就叫Le Hoa Solay 这部音乐剧啊 算是法国音乐剧当中 非常经典的一部了 他用华丽的舞台布景 和精美的服装道具 重现了 Le Hoa Solay 太阳王 这一位传奇帝王的一生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听一听 感受一下哦 不过啊 这一位国王的奇闻意识 也是不少了 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 他非常热爱香水之外 他在其他方面 也是非常时髦的哦 据说呢 让我们女孩子 为之疯狂的高跟鞋 就是这一位国王发明的咯 这位路易十四啊 他的个子也不高 但是呢 他为了增加自己 作为帝王的一个威严感 就命令自己的服装师 为他做出了15厘米高的鞋子 结果呢 这一种鞋子 国王一穿出来 就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争相效仿 可以说是风靡一时 渐渐的呢 也就发展成了 后来风靡全世界的高跟鞋 当然啦 这只是高跟鞋来源 其中的一个版本 那他到底是不是 由路易十四发明的 还是有待考证了 不过呢 这一位国王 他爱穿高跟鞋 那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了 这一点呢 从他的一幅非常经典的画像上面 就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看这一幅画像 嗯 是不是真的是一位非常时髦的皇帝呢 看一下他全身上下的时尚元素 有蓬松的假发 精巧的高跟鞋 腰间的配件 勾勒线条的黑 哦不对 是白丝 还有这非常专业的pose 仔细看的话呢 还会发现 我们的这一位国王 是浓眉大眼 双眼皮 脸色红润有光泽啊 不过呢 转念一想 他这一辈子 只洗过一次澡的壮举 还是有一点接受不能啊 那不管怎么说呢 这一位国王 他闪亮亮的称号 我们还是得记住的 Le Hoa Soleil 太阳王 那其实呢 在这个名字里面 还用到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另外一个因素 也是一个半原音 那就是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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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半原音 W藏在哪里呢 大家 W 可以猜一猜 Le Hoa Soleil W藏在哪里 对了 就是在 Wa 国王这个词里面 大家可以跟着老师来发一下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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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Wa这个词 Wa 词里面呢 就有半原音Wa了 那Wa这个半原音 也非常的简单 它的发音部位和开口度呢 基本上和原音音素W相同 但是也是 一样的 发音比较的短促 肌肉更加的紧张 不要拖得太长了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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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用法语来表达 是 也就是 Hi Yes 这个是 那法语里的是呢 就是 Wi Wi 则是夸张的拉开的 Yi Y Wa Y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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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虽然过度很大 但是嘴型也是要一直保持紧张的状态哦 不要发成Wa Wa Wa 所以我们还是再来练习两遍 Wi Wi 那除了在Wi这个词里面呢 其实Wa这个因素啊 它经常和原音A连在一起用 发的是Wa的音 就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Wa这个词里面 Wa Wa H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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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如说女孩子非常喜欢逛商场 走进商场里面呢 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服装品牌呢 那其实呢 这一个牌子的名字它就是用了法语的 Yi在法语当中呢指的是和的意思 对也就是英语当中的and Yi Y 而Wa呢则是箱子的意思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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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里面就有我们刚才提到的Wa这样的音了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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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单词里面啊 符音V 加上半圆音V 再加上圆音A的组合 还挺简单的 那下面呢 就给大家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单词 是不是脸熟得很呢 不过大家可以试着看着音标 来读一下这个单词 读出来呢 应该是 V V A Y Voyage Voyage 这个词呢 看着简单 但是有不少同学啊 会读不好 总结起来呢 也是两种问题 第一种是因为 有了后面的半圆音V 前面的这个符音V 就放松了 咬不紧 发成了Voyage Voyage 大家自己对比一下 你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呢 这个词呢 应该是Voyage Voyage 不要发成Voyage 那如果你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要注意了 即使它后面有半圆音 即使它后面有半圆音 这个V的音还是要咬紧的哦 V Voyage 但是呢 咬紧以后却有可能出现第二种问题 那就是V摇得太紧了 V就不见了 直接发成了Voyage 这也是不对的哦 V Vo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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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是非常考验我们嘴巴的灵活度了 要每一个音都发到位 但是呢 又不能拖太长 要快速的略过 我们再来试几遍 Voyage Voyage 那如果大家觉得 要快速的略过呢 比较的困难 那我们在开始的阶段 可以慢慢的来 关键呢 还是在于一点 每一个音都要到位 不要吞音哦 好啦 刚才呢 我们已经学习了 三个半圆音当中的 也和 那么剩下的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最后一个半圆音呢 是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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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约 听起来有一点像中文里 约会的约呢 但是还是嘴型要小很多 发音呢 也短促很多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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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发音部位和开口度啊 是和音速 约 基本相同的 把约短促的发出来 基本上呢 就变成了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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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啊 我们在发约这个词的时候 嘴巴也是非常紧张的 要有一种撅起来的感觉咯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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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这个词啊 就是英语当中的night 那法国人在睡觉前 或者深夜道别的时候呢 就会说 晚安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好我相信呢 的发音啊 大家都没有问题 那跟着老师这样一遍一遍的念下来 有没有觉得嘴巴已经有一点点酸了呢 酸了就对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 Fruit Fruit 好像又比女进阶了一点了 那Fruit呢 是法语当中水果的意思 大家一定听过小野丽莎的那一首 非常经典的法语歌曲 Salade de fruits Salade de fruits J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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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是那一首 当中呢就有Fruit这个单词 那Fruit这个词啊 它在发音的时候呢 其实和前面我们讲到的Voyage一样 也是要注意 每一个音都要发到位 不要吞音了 而且呢 这个词有一个难的地方 就是在于 辅音群 F 加上 半原音 U 再加上原音 I 整个的组合 你发出来以后呢 你的嘴巴应该感觉像是 做了一节动作很大的操一样 从咬唇的F 到嘟嘴的Y 最后是拉长的Y 那中间呢 还有一个小舌音 F F Y Y Fui Fui 而且这个词啊 不仅要注意嘴唇的紧张 你的口腔也应该是紧张的 不然呢 有的同学就会发成 Fui Fui 那就是口腔辣得太大了 注意口腔也是紧张的 扁平的 Fui Fui 那发好了这个词呢 以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哼哼 水果沙拉这首歌啦 又讲到吃的了 大家是不是心情很好呢 那说到吃啊 我们也得认识认识 Cuisine 这个词 Cuisine Cuisine 这个词呢 我们在英语里面可能也见过了 Cuisine 对不对 评写呢 是一模一样的 指的也是料理烹饪 那大家再回头来看法语当中 Cuisine 的发音 有没有发现 其实英语里的Cuisine 这个词呢 也就是从法语里过去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可以掌握法语当中 料理这个词的说法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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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回头看一下 在语这个半圆音的学习当中 老师给大家举的这三个单词 一个是 Nui 晚上 Nui 第二个呢 Fui Fui 水果 第三个 Cuisine Cuisine 料理 doen 料理烹饭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这个音顺語 经常和原音 意连用 发 Wi的音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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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i Guisine 那不管它前面的辅音是什么 总之呢我们在发约音的时候 一定要有圆唇 或者说嘴巴嘟起来的过程 非常紧张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发出来的单词呢 才是非常到位完整的哦 我们刚才呢提到了 cuisine料理这个词 那同学们一定想到了 文明世界的法国料理 法国料理叫什么呢 不过我们平时呢 可能更习惯叫它法餐 那一说到法餐呢 大家的脑海里面 是不是就浮现了这样的景象 在烛光之下 两人对坐 手持红酒低声思语 面前摆的白瓷大盘子里面呢 盛装着精美的菜肴 的确法餐呢 正是起源于法国 而在如今流行在全世界的一种料理了 它可以说是高雅奢华的代名词 也算是美食加满心中 最神圣的一片天地了 正因为如此呢 法餐它被列为西餐之首 甚至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做的名录 那世界各大城市中啊 最豪华昂贵的餐馆 几乎都是法国餐馆了 曾经啊 有英国人抱怨说 哪怕乘着协和式飞机 从伦敦去巴黎吃一顿饭 再乘机返回 所有的旅费和饭费加到一起 也比在英国的法国餐馆 吃一顿饭要便宜 那其实呢 法餐它能够获得如今这样的地位 也少不了我们屡次提到的那一位 Pois-Solais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功劳了 路易十四被称作太阳王 也许呢 不仅仅是因为 他创造了法国封建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也因为他在统治期间啊 在凡尔塞宫里掀起了一股金光四射的奢华之风 并且把这股风气吹遍了整个法国的大地 这一位皇帝可以说是穷奢极华 他把全国上下所有的名厨呢 全部都集结在凡尔塞宫里 每天都为自己烹饪各种美食 不仅如此啊 他的封建统治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饭桌上 他给每一顿饭都制定了非常森严繁复的礼仪 所以呢 直到如今 吃法餐仍然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 大到上菜的顺序 小到刀叉的摆放和餐酒的搭配都是需要十分注意的 那摆放好的餐具呢 是要从外到里使用 而上菜的顺序呢 一般来说是先来点开胃酒 接着上浓汤 然后是冷盘 接着是煮菜 最后是奶酪和甜点 那不管上的是什么 桌面上永远都只能有一道菜 要撤去前面的一道才能上第二道 这和我们中国满桌都是菜的传统很不一样哦 而且呢 在一些法国高档的餐厅吃饭啊 都是需要穿着正装出席的 如果穿着短裤人自脱就进去了 可能会被看作是亵渎美食 不讲礼仪 而被餐馆拒之门外的哦 那听了上面的介绍 大家是不是觉得 在所有的吃的东西当中 吃法餐可以说是比较麻烦的一种了 但其实啊 这已经是简化过的法餐礼仪了 在路易十四时期 每一顿饭的礼仪啊 可以说是复杂的更多 那贝雷尤尼老师这么一说 大家是不是对法餐也十分向往了呢 那就让我们记住这个 听着就十分美味的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法语当中的三个半原音 算下来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因素没有学习了 那这个神秘的因素是什么呢 它是个原音还是福音呢 好了在这里不卖关子了 那这最后的一个因素呢 它的发音啊可以说是有一点可爱 它就是 对了听起来有一点像中文里的捏 但是更加的短促 是靠舌面和上额紧贴形成的阻塞而发出来的辅音 那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介绍到葡萄酒 葡萄酒这个单词大家还记得吗 你没有用到笔划原音按 我们在介绍到葡萄酒的时候呢 有提过其实香槟酒 就是一种带气泡的葡萄酒 而香槟这个词呢 在法语里面就叫做 其实呢 它原本是法国的一个地区的名字 那这个地区呢 就在巴黎的东面非常的近 而这里就是香槟酒的故乡了 那在法国啊 这个名称是受原产地命名制度保护的 也就是说只有用香槟地区出产的葡萄 并且按照严格的指定生产方法流程 所酿造的气泡酒 才有资格被冠上双半夜的大名 其他的都不行 而且呢 不仅是酒不行 任何的产品都不可以 曾经啊 我们著名的时尚设计大师 Yves Saint Laurent Yves Saint Laurent 他推出过一款名为双半夜的香水 我们可以看图 就是这一款香水 是不是确实有香槟酒的样子呢 结果呢 这一款香水没推出多久 就遭到了起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双半夜这个名字 是受制度保护的 不仅其他的起泡酒不可以 就连香水也不可以 那最后呢 我们的设计大师只能让步 给这一款香水啊 换了一个名字 那这个香水命名上的意识呢 也能让我们更加的了解 champagne这个名字的特别之处 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法国呢 可一定要好好的品尝品尝 正宗champagne 而且在到的时候 一定要用长长的香槟杯 看着金黄的酒中无数的气泡 从底端慢慢升起 一口下去啊 你一定会由衷的感慨 嗯 C'est magnifique 诶 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说 C'est bon吗 C'est bon当然可以了 不过面对如此正宗地道的双半夜 C'est bon 好喝 可能已经不能表达你激动的情绪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说C'est magnifique 真棒 真真是极好的 Magnifique 这个词里面也有Ni这个复音 Magnifique Magnifique C'est magnifique 真棒真好 C'est magnifique 这句话呢 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壮丽的景色 或者听说了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吃到了向往已久的美食 你都可以用这一句话来赞叹 C'est magnifique C'est magnifique 真真是极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四个因素了 分别是三个半原音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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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 还有一个辅音 Ni'e 那今天我们又学到了哪一些和法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单词呢 一起来复习回顾一下吧 soleil le roi soleil le roi soleil oui boîte boîte et boîte et boîte et boîte vo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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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it bonne nuit bonne nuit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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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sine cuisine champagne champagne c'est magnifique c'est magnifique c'est magnifique la cuisine française voyage la cuisine française la cuisine française voyage la cuisine la cuisine la cuisin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